这绝对是辛奥诞生以来最帅的一次战斗 原本是以一敌四的艰难场面 竟被其眨眼的瞬间就转变成了16对四 在解决内隆嘎与加伯拉后 辛奥特曼及时追上了逃跑的扎拉布星人 只见他把好动作向扎拉布星人释放光线 可惜并没有效果 这时的扎拉布回头告诉辛奥特曼 初代也恍然大悟 他想起自己是在拍摄低成本泡面饭 后期人员根本不会加特效的 扎拉布见对手没有光线特效 于是迈着极其嚣张的步伐 在辛奥面前晃来晃去 你过来啊 随后他趁辛奥不备 使出念力攻击 可惜被辛奥特曼成功防住 扎拉布见矿决定先行撤退 就在他起飞的瞬间被辛奥突然抓住了脚踝 随后紧接一击奥特风车 将扎拉布星人摔到了一旁 眼见不是初代的对手 于是扎拉布向对方下跪求饶 辛奥见矿也准备饶他一命 突然扎拉布再次起身 手抱巨石砸向辛奥 这一下攻击彻底激发了初代的怒 扎拉布凭借纸片般的身体 轻松从辛奥当下钻过 怎料被眼击手快的辛奥再次抓住 辛奥见矿一记 勾拳将扎拉布打到空中 紧接着又一发勾拳结束了战斗 胜利的辛奥来到了海边散步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 当他转身看去的时候 发现美菲拉斯星人带着扎拉布三人再次找上门来 而且这次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一根赶面杖 美菲拉斯率先走上前去与辛奥单条 就在二人摆好战斗姿势之时 扎拉布星人一个闪现来到了辛奥的身后 伴随着手起棒弄 辛奥被击倒在地 随后一场激烈的混战拉开了序幕 四人手拿赶面杖将辛奥包围 只见扎拉布出手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 辛奥凭借着灵活的走位躲过了攻击 随后反手抢下了内隆打的赶面杖 但可惜在人数的压制下被四人打倒在地 危险之际初代闪现到了空中 紧接着使用奥特分身变成了16位战士 美菲拉斯四人剑框立即分头开溜 不过很快就被16位辛奥包围 扎拉布剑框还变成假奥想要恨入其中 奈何偷色没偷对被辛奥打回了原形 看着眼前的16位战士 美菲拉斯四人只能静等灭亡 此时的辛奥在意念中学习着隔壁的来打飞踢 在学习完成后 辛奥睁开眼睛使出了16倍的来打踢攻击对手 伴随着一声爆炸 辛奥抬头望去 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即将拉开训练